Hello 大家好 我是五仔 今天會拍一條長片給大家看 因為今天的話題更多 拆開了這麼多短片這麼多天 我相信大家都很久沒試過聽收音機的感覺 今天會說一些關於播音界、娛樂界 甚至是網絡界的一些大小事 先說播音界 今天收到一個不幸的消息 播音界的前輩譚炳文先生來了世 中年又86歲 看到報道嘉燕姐非常傷心 其實傷心也在所難免 但是有時候快點離開 好過偶很久才離開 其實人生的事情就是如此 所以也希望因為這些事的人才可以順便 之前有人問我五仔 你這樣做這些影片 其實你打算做到什麼時候 五仔可以告訴大家 你看看蕭先生的年紀也很大 其實五仔也是向著方向進發的 如果這樣拿著麥克風 不用做很多複雜的剪接 不用用太大的心力去放一些鏡頭 我想五仔接下來主力都會做這個工作 昨天有網友問五仔 現在有一個podcast的app還是平台 非常盛行 有些台灣youtuber在說 現在很多人又進入聽話的年代 因為他想填充所有的時間 除了在網絡上看片之外 因為看片的時候你的眼睛會疲勞 但有些時候就算不看片 也很想聽別人說些什麼 接收到一些資訊 譬如是坐車 有些人是洗澡 有些人是洗碗 有些人是上班 除了聽歌之外 他們也想聽多些不同的東西 所以podcast這件事 近年竟然又開始再流行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這件事 跟收音機有什麼分別呢 它根本就是收音機 只不過是變成網上的收音機 但是收音機在幾年前 其實已經是一種夕陽工業了 自從有網上的影像之後 就爆出了很多網絡界的明星 你說近十年有哪個DJ 是做電台彈出的 你不會說得出有的 近來最紅的肯定就是細蘇 不過細蘇都做了不止十年 一定是十年以上 其實電台是有得做的 但是舊的一班會留在這裡 譬如林海峰、森美等 肯定是有很多人聽的 因為我坐的士的時候都聽過 有人播電台是在聽他們的 但是新人就不會入行 通常都跑去做KOL 因為其實你現在拍片 是包括可以做 用聲音陪伴網友這件事 我記得五六年前 去新城做訪問 那時那個新進DJ 他是二頭的 他是很羨慕Youtuber 他說雖然我現在有份工作 但我不知道這份工作可以做到多久 他是訪問完我之後 跟我這樣心情對話 然後他就說 你看我平時做的事 我現在跟你錄音 錄完音之後我就剪聲 然後他就說 剪聲這些東西你都懂 你剪片的東西我就不懂 這樣跟我說 所以其實幾年前 DJ已經是一個直洋工業 但是由於社會運動的關係 可能影片製作者 一來又沒有那麼多好的環境 讓他們拍攝一些天馬行空的drama 也有些敏感議題 是不太方便拍出來的 如果你們留意一下 五仔以前的影片 其實有些關於政治諷刺時弊的事情 五仔都會用影像去記載出來 但現在真的難一點了 真的難一點了 但是那些人因為這麼動蕩的局勢 所以在這個不明朗的前景 又很想聽到有沒有一些聲音 可以給他們作為一個意見的參考 所以大家會發現 在那時候開始 蕭先生的頻道是暴聲得很厲害的 那一種其實也算是一種播音界 看到播音界其實 那個工作壽命是可以做得很長的 正常人65歲退休 你看蕭先生有沒有差不多80歲 我估計的蕭先生 七十幾八十吧 之前講的那位前輩86歲 在近年還是在做這些配音的工作 其實如果做聲音 那個職業生涯 我相信是可以做得很長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入行 其實也可以拍一些影片 試試自己的口才 說話會不會有點痠痠痠痠 或者說說說不知說什麼好 其實可以試試這件事 其實五仔都是這幾個月 一邊拍一邊練 才有信心做到這麼長的節目給大家看 說到播音界 其實在連登看到大家在討論一個小朋友 就說他很蠻有錢 那個人也是在播音界出來的 那個就是阿博 也是在新城 看過他之前的報道 就說他之前在新城 怎樣做銷售 很狼死的賺錢 但現在在連登 那些人是討論他 為什麼他現在可以這麼有錢 就說住一間幾大幾大的屋 說這宗新聞之前 五仔就說一說我和阿博的相識 阿博不是博叔 阿博其實跟我以前的女朋友 就是朋友 我們第一次見面 借了一間辦公室給他拍攝 但這個小朋友 其實第一次說話 我又覺得他 很爆笑 這個經歷真的要說出來給大家聽 他呢 你知道阿博 說認真話的時候 那聲音是很響 他真的很響 在我耳邊說了一句 他第一句和我打完招呼 就是說了一句 他說 他說 這個女孩 好東西 如果看得對的話 就 蛤 這樣 他說了這些 其實那一刻 我覺得 咦 做什麼事呢 如果阿博一個形象 好像Bosco那些款 那些花花公子款 他走過來我耳邊 搓聲說的那些說話 這個女孩好東西 如果對的話 就 如果他是那些花花公子款 他講這句話 我告訴你 他那個語氣走過來 好像他吃過那樣 真是頂你的肺 這個 說笑而已 我知道他不是這樣 我知道 他是喜歡搓聲去玩這些東西 但其實他的樣子是很有趣的 他的頭是很大的 我是 見過這麼多人來講 他的頭是最大的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真的超級大的 是的 可能就是他有一個這樣的外表 所以他有時候說某些說話 你不會覺得他很討厭 如果那一刻你是王浩賢那些 花花公子款 帥仔 小生那些 我告訴你過一秒 我和你打架 不是說笑而已 其實Bosco是一個 挺好的前輩 有時候 手影看到他都會 教一下後輩 現在的時勢 自己怎樣怎樣 就是有些提點的性質 其實他人又沒什麼 Bosco為什麼會這麼有錢呢 其實他MC做得好 就出名了 有幸 悟仔是曾經現場看過他做一次婚禮MC 那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經驗 這傢伙做主持的時候 有的確是真的帶動到人心 主持其實根本就是一個可以 控制整個場的氣氛的人 所有事情都掌握在你手之內 你想大家開心就開心 燒就燒 其實以前也有人叫悟仔 不如你向著一波方向進發 其實他做的事情是簡單的 不是說你做的事情很簡單 不是說口才什麼簡單性 他所說的簡單就是 因為Bosco出名是做婚禮MC的 所有的婚禮MC 其實做的事情都是同一套 那些起承轉合是同一套 每次都是那些 大家給點掌聲 一對新人 祝福大家 沒什麼特別創意的 他做一百場一千場 都是那一套 他只要那天的狀態好 搞定的了 Easy job 現在那些人傳到Bosco有多有錢 其實不是傳的 其實是真的 因為有證據 拍出來 就說Bosco有四層獨立豪宅曝光 飯桌坐12人 巨型偏廳超大的花園 是不是有B.O.B.三個字 就特別有錢了呢 現在平均叫得B.O.B.的人 起碼一定是有錢的 這篇文章是這麼說的 就說B.O.B.密密做司儀 Job接Job 賺錢能力驚人 他近年一家六口 入住九龍塘 四層獨立豪宅 一間屋裡面有四層 都很誇張 真的 空間大到連屍君都感嘆大過地球 神經 這間屋裡面有四層 複色都誇張 厲害 十個光頭九個褲 地方闊落 住多幾個人都沒問題 四層樓就不是住多幾個人 住多四夥人都沒問題 我相信 B.O.B.跟老婆結婚十三年 有三個女兒一個兒子 就說一家六口 由加多利山三千尺豪宅 搬去九龍塘四層獨立屋 空間更闊落 我看看照片 裡面的空間真的非常大 可以在裡面搞瑜伽班 好像有個playground 好像幼稚園一樣 小型圖書館 說這些屋 其實是以前的港產片用來拍戲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 叫做賊王 這間屋的感覺就像是賊王那間屋那麼大 那連登仔就說 為什麼可以這麼有錢 這麼有錢 以我所知 B.O.B.在五六年前做一次分 在MC 最少是六位數字 十萬元 最少 而且以我所知 B.O.B.是做CEO 做很多澳門的CEO 你們都知道澳門其實搞很多show 搞很多event 或者是一些大公司 請一些MC 那我見B.O.B.也接很多這些 那你就有數得計 你見他一次就十皮 你見他兩次就二十萬 你見他第三次就三十萬 那他密密接密密接 真的密吃 但是以我所知 他之前那間屋是租的 因為看新聞就說 之前是被那個業主迫遷 那我猜他這間屋應該是租吧 因為一個人的消費模式 就有一個規律 就不會說租開屋 突然間去買一層大樓 那我猜都是租 我猜而已 如果不是大家可以糾正我 我之前聽過張家輝說 他也是租屋 他不買樓 他說現在幾歲 每年扔多少錢去供一層豪宅 供一層樓 他說其實租他才可以租到這樣的生活空間 但是買他就買不到那麼大 那麼每個人想錢就不同 不知大家就會怎麼花錢 其實說這些租樓買樓 都算是投資的一種 每個人用錢的方法都不同 其實真的是雜思廣益 如果大家有什麼用錢的方法 有什麼好的意見 都可以在下面提出 醒兩招給弟弟 現在伍仔的方向就是台灣買一層就住 之後再有多餘錢 都是買樓 就是買磚頭 買股票那些真的不懂得買 現在HKTV又說升到12元 我媽媽還說那時候又放什麼 那你猜不到的 那個高位永遠都 是不是 股票那些想不到 它升你又放在長線投資 跌的時候你又不捨得放 就看你好不幸運 看你念什麼時候肯放手 將它轉為現金 所以股票真的不懂 但是你說買房子好像比較穩陣 接下來看現在的經濟相當差 看一百毛就訪問香港的零售業 現在旺角就絕非是旺角 因為清不上是旺 很多商場就像死城一樣 再加上其實零售哪有得做 聰明的都網購 現在的年輕人全部都網購 不只是說淘寶 香港HKTV都網購 很多東西都可以順風送到你府上 現在變成那些人出街隔隔 看那件東西的實物 原來這樣很漂亮 然後就上網買東西 現在的零售業根本就變成廚窗 就是我們去看 原來舊東西是這樣的 那怎麼辦 他們沒有生意做的 再加上實體店 一定比網上貴貴 因為你有租金 而租金是最貴最貴的一個元素 在香港來講 其實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你一有實體店 你就是要負擔租金 你計算數你才可以賺 那你哪有夠網上便宜呢 所以其實那些所謂實體店 根本是用來招呼旅遊業的 那些人去到外地買東西 就不會去到外地再網上買東西 他就是有個外地的消費肉 其實是要招呼遊客的 你看到現在沒有了 旅遊業 整個地球都不得了 所以沒有了 是這樣的 做生意就是好像潮流一樣 那期流行什麼 好像之前幾年流行黑糖珍珠 然後人們就說那個喝黑糖 其實那些東西不是必需品 只不過是人魂逆魂 覺得那東西很HIT 好像現在很流行那些 早估蛋糕 然後我跟粉絲在研究 那塊根本就是 把鬼 你走去一間西餅店 蛋糕店 麵包店 你把一個生日蛋糕的cream 掛光 什麼都沒有了 裡面的餡 就就是早估蛋糕 為什麼可以掛了外面的東西 只要裡面的東西 只要裡面的東西 就可以賣貴這麼多呢 一點都不便宜 我們年輕人那時候吃不少這些東西 但是就買到六十幾元底 七十幾、八十幾元底都有 對不對 有時候做生意的東西很奇怪 它是吃個gimmick 吃個氣流 但是你說零售業就算吧 其實我也喜歡出街 逛街有東西看 但是沒有辦法 你們賺不到錢 我們都無謂留戀這個windows shopping 對不對 你說大財團不怕 百老匯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可以不知為什麼這麼有錢 都放了陳列品 然後被人看 他又賣得貴 但是你又會光顧他 那些人又說什麼水貨、空貨那些 那些東西 如果大家很擅長用錢的 就好好地格價 因為現在其實 在市面上買東西 是非常狡猾的 五仔之前 就弄壞了一部洗耳機 在網上看到 就是一千六百幾 然後在大埔那些東西 我去問 真的是一千六百幾 但是門市是標著二千二百幾 然後我看到 我跟老闆娘說 為什麼呢 然後她就說 在網上不給這個價錢 哪裏夠人鬥啊 網上如果你看到這件貨 你就用這個價錢買 然後她就說 但是有些年齡層 他們不懂網上買東西 她走進來看 她看到二千二百幾 就二千二百幾 那就吃回舖租 原來現在是這樣經營的 零售業 我相信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這個世界這樣玩法 剛才提到這個 阿博 住大屋 住大屋 當然要養一半的工人 其實房子這麼大 也不是有什麼好處 有時候房間小小 周地都是垃圾 吸塵、抹槍 你都煩 如果你很注重衛生 其實一間大屋 是需要一個工人 幫你長期去清潔 整理 但是所謂 日房夜房 印庸難房 近來大家都很興奮 看TG Group 或者某些網上的流傳影片 就看到一些印庸 跟主人有超主博關係 其實這件事也挺好笑的 有時候我想問問那些毒L 你們在網上經常說 有些沒有女朋友 有些要付錢去看直播 或者是去那些呂布咖啡 去尋找跟女性的接觸 有時候有沒有想過 真的要付錢請工人 跟工人這樣就算了 有時候在網上看到 有些片 之前在Facebook都瘋傳過 現在的印容是很漂亮的 可以 聽說在菲律賓或印尼尼德 可以工作這些女工 差不多全部都是大學生 另外就是有些年輕的 有時候你在中環的王后像廣場 或者是不知哪裏 街邊有時候他們坐在一堆 在一堆裡面 間中有一個半個是可以的 其實香港的男生 有些話說讀得那麼厲害 有沒有想著向這些地區發展 你不要說外貌情給不給錢 你請個工人三千多元 但是你拍拖 花在女兒身上一個月可能不知三千多元 你買個名牌袋都八千多元 起跳 你看很多女神走去酒店拍照 購買一間酒店一晚都不少錢 衣食住行 衣服就當自己搞定 不過有時候你跟美女拍拖 那些美女當然是經常要買衣服 你不要那麼想有錢 你怎麼滿足他們的購物肉 那吃的 你難道叫個女神跟你吃的魚蛋狂嗎 肯和你捱墨記的那個已經是恐龍 絕種動物 幾年前已經吹也是這樣 我不知道現在香港的女生是不是這麼貪無虛榮 雖然我覺得現在的飲食業 其實價格是調整了 昨天午仔出去吃飯 晚市 那間越南餐廳 一百零幾元的餐 有三樣東西給你選擇 一個咖喱飯 一個湯河 一個蒙粉 還送多兩個咸零七 哇你想一下多划算 真的算划算 一百零幾元兩個人吃晚餐 可能現在因為生意不行 它要先吸引人出來消費 其實消費是慣性的 等於剛才所說的零售業 那些人都習慣了網上買東西 其實現在是一樣的 那些人都習慣了網上food powder 而且習慣了自己煮 現在人們走出街 拉開口罩吃飯都會搖底 我搖啊 我不知道你搖不搖 剛才說日防夜防 女傭難防 男人又或者可以想想那一方面 但通常有老公的女人 如果請過菲傭 或者請過工人 都不會請過這麼漂亮 近來大家都知道 那麼多第三者的緋聞傳出來 那些不是緋聞 緋聞可以說是假的 那些叫做屠色事件 唉真的 爆出來的 我告訴你只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 不過人的事是很壞的 你越去禁制他 他就越找位鑽孔 這些是你們的男女角力戰 那五仔都理不了這麼多 這些世間事 不知怎麼分對錯 那今天就講了很多藝人 香港經濟的話題 最後一定要講一些網絡的花生 你哪一天不聽過五仔說網絡事 你們會睡著才行 不提也不安樂 剛才我說過波字 大家都心癢癢癢 是不是又罵阿波叔 是不是又罵阿波叔 不是 剛才說阿波而已 現在都是講一個肥仔 屎萊姆 其實我覺得挺搞笑的 一件事想告訴大家 Youtube很奇怪 有人問五仔 你說屎萊姆的時候 那個屎字又要用歷史的屎 有些小學雞就走來指證 五仔 五仔就不是怕得罪屎萊姆 所以才改了個屎字 就算我用那個屎字 我也不怕得罪 因為大J 博叔 那些又如何呢 大家出來撈個魚 被人說的 不是這樣解 又不是因為屎家君很尊重那個屎字 所以才會這樣 不是不是 原因是 Youtube的制度很搞笑 它在你的標題上搜尋到一個這樣的字眼 它會列為排泄物 然後將你的影片黃標 不給你盈利 你這麼搞笑都可以 而且人工審核都可以告訴你 這個字是不能用的 它是不列入廣告會投放的範疇裡面 你打的那個字 其實你這條影片一定是沒有錢的 我覺得Youtube是很大小的 為什麼屎萊姆和屎嫂又可以盈利呢 這件事會不會覺得很奇怪呢 這件事 那這些不要管他 我又不是特意要用那種字來賺錢 用一些同音字也是一樣的 有網友跟我匯報史萊姆的近況 他就說 史萊姆是有保持去鄂文出庭的 他說他每一次鄂文出庭 他都是有份去 看得出他們的友誼都相當深厚 他就想證明自己 不是好像網絡所說 他是拿東西出來當擋箭牌 我自己覺得 你就這樣去看鄂文出庭 我覺得就沒什麼實際的幫助 如果你說是朋友 精神上支持 看得到的 但是有沒有想過 去找周庭一起出庭聽一聽話呢 其實我明白 你在精神上支持他是好的 可能你已經做了你那一部分 但你要知道 其實我們本土的力量做些什麼都好 香港的政府是不會感受到任何的壓力的 這句話我相信大家都很明白 但是你會看到 為什麼他會高調抓周庭 高調抓黎智英 抓黃之鋒 之後又會沒事放出來呢 接著你就會看到很多國際新聞 去談論香港抓了什麼人 你看到之前 咸蛋超人還是無面超人的人說 我現在都被你們混亂了 那個演員都為周庭發聲 你看到大J哥也高調走到周庭 互相問號 是完全不需要避嫌的 很明顯 本土的勢力 其實政府就不放在眼內 這是事實 當然 鄂文的現場是發生過什麼事的 做過什麼的 我們當然不知道 如果有些事情是怎麼搞都不能搞 那就沒得說 我不知道 在一個我當是 不是即時會KO的情況下 還有得慢的情況下 喂 你之前叫人投票 屎萊姆有份拍片 那條片是周庭出的 其實你和周庭都是認識的 會不會說 聊聊天去照照兄弟呢 畫公仔就不用畫出腸 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看到大J哥搞這麼多東西出來 他怕不怕 你看到國安署 一般般 你看到他 多自在 其實在這些時勢 有些人說什麼外國勢力 有些人說不是外國勢力 是不是也好 都是一句而已 怎樣去認知那件事 不要緊 但是他實際有這樣的用途 既然你可以抓到這些關係 你們本身是相識的 你真的不想看到鄂文有什麼事 這些位置 怎樣都要抬一抬 如果周小姐聽到我這番言論的話 你看到有位手足這樣 如果你們幫到的 都幫一幫 這個是不用個人的小小意見 你們可以完全不聽 完全不理 不過我覺得 如果你這麼有心看著兄弟 出庭 只有體字 進入也好 不進也好 那你都是 只有一個 如果是做就做些實質的事 是啊 另外一件事就是 有網友說 有線人跟他說 他現在是靠屎嫂先的 這些不用說 是廢話 但另外他就說 屎萊姆好像要繼續收起來 直到適合時機 這裡可以跟Youtube的後輩聊幾句 就是說 何是適合時機呢 等到疫症完全過了 你們這些人 幾年前可以拍這麼多廣告 做這麼多宣傳 而真的 病了一年半載 真的沒事 真的完全是 可以不做事 我覺得 如果屎萊姆是賀錢的話 就是有些財政需要的話 我想她現在是 忍不住被人罵 都要出來拍片 其實說真的 她的片不難拍的 我當你拍戲炸的東西 你今天炸這個 那天炸那個 那樣 今天炸雞翼 第二天炸薯仔 第三天炸蝦 去到無聊就炸飯 用雞蛋來炸炸彈 都可以的 沒問題的 都有人看的 你罵我一件事 如果她真的這麼賺錢 刪掉那個評論 乾淨盲 她有她拍 單機模式 然後就照收盈利錢 說真的 三十多萬訂閱 出片 十萬八萬 肯定能夠生活 所以我覺得屎萊姆 那些是否偶像潔癖 那些 還是真的太有錢 其實她要出來 就沒說不出來 不過臉皮真的太薄了 你看看 慕容那些 臉皮厚到 一個超厚臉皮 一個屎萊姆那些 我看見你也是被人狂鬧 我一 dislike就多了 但是 你這樣小小的挫折都受不了 這樣要收起來 你真是紅得太順了 因為好像我們這些 在來臨中成長 被人踐踏著 我從來都覺得這些事情是 這條這樣啊 這條不好啊 下條做好一點 我自己本身就是這樣 其實你自己對眼目標放在哪裡 有些人 我賺錢真的很重要 不要緊的 有些事情 那你還是要做 但他一定要做到 百說無瑕 一定要有人like我 喜歡我 文望高 那種他才肯出來 那你不用玩都可以了 現在劉德華都被人吵了 田凱華 劉德華都沒做到這樣 喂 古天樂就不被人罵啊 但是古天樂做很多背後的善事啊 大哥 我之前不是說過 屎萊姆 他從來都不一起做這些事情 他現在都是做一些唯一唯的事情 我的朋友出庭 陪下他啦 那他是有心的 這個無可否定 他真的有心的 本身是有能力 可以改造少許的事情 可以再做多些 他不是的 就是這樣 陪下他啦 出庭 聽下他出庭 拍下他肩膀 這些 找周庭那些聊天啦 黃之鋒那些聊天啦 黃之鋒那些聊天啦 是不是要這樣啊 但是你 你又說 自己心黃 又戴頭盔 又戴頭盔 你又好像 跟那些人又不想 又不想 沒有啦 大哥 你當日你走出來 戴頭盔洗濕了頭 你哪有得說 我跟他們是不同的 又或者 跟他們都不想太近啊 怕影響什麼 影響什麼 你現在自己搞的事情 都夠影響啦 救了兄弟先啦 不用想這麼多啊 真的 有什麼來就拆什麼 我說完這些言論 可能有些人就說 五仔果然是市家軍公關大臣 什麼什麼什麼 我這件事也是對事而已 還有我說 都是為奧文好而已 關屎萊姆什麼事 他自己不上水 因為他有很多錢 人家還說他住那家屋多大 每個月交多少錢 這些上不上水 出不出回來 你不用跟他擔心 他有錢比你和我 所以就說 屎萊姆 你不拍片也不要緊 有些事情 你背後做好一點 你想好像古天樂 那麼完美 每個見到他都讚 拍爛手掌 你不要經常想做 一輩子的事情 才行 現在這個時勢不行了 劉德華都被人XXXY 你除非好像古天樂 做很多慈善 有這個慈善防護盾 那你就可以做你那種白逼無瑕的 網絡偶像 不過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偶像包袱 我簡直覺得他那種是偶像結癖